影帝胡君3月9日在完成了一连三场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的舞台剧《哈姆雷特》的演出后 他在香港的演艺圈好友包括刘嘉玲、张淑萍 为他在香港中环摆下庆功宴 除了胡君本尊之外 其他香港演艺圈的朋友包括关锦棚、关之灵、钟正涛 上山湿纳、周立奇也盛装到场 胡君的面子还是挺大的呢 不知道完成了三场的演出后感觉如何呢 感受还是挺兴奋的 然后这次呢我们来这儿虽然只演了三场 但是场场爆满 甚至原来我们要用的乐池 然后都被给降下来全都加上座位了 然后全都爆满 然后呢观众的素质非常好 而且反响也非常的好 所以说最后一场演完了以后 挺兴奋的 我觉得这次来香港演出是非常成功的一次 我们来香港演出演对了 来对了 胡君这次演出舞台剧可谓全家动员 除了老婆卢芳跟女儿久久都上了台表演之外 儿子康康也是全程在台下陪同 其实康康本身也非常具有演艺的天赋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跟爸爸同台呢 不会吧 这都看缘分 然后他人家要当机长 人家不愿意演演戏 另外其实胡君跟香港电影的渊源非常深 他演的蓝女还有无间道二 至今仍被很多观众奉为经典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胡君演港片呢 看缘分了 真的看缘分了 我一直也在说 我说其实我对香港还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儿子也是生在这 然后在这之前 很早以前也是跟香港的电影人有很多的合作 对 还是挺有感情 当然有如果有合适的角色呀什么的肯定来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